說這麼快暑假就放完 新學期在職 有升中六的同學 對即將面對第一屆中學問憑試 都說心情緊張 緊張了 因為剩下半年時間 因為都是第一次校 還有要跟全港人爭學位比較辛苦 香港青年協會 今個月以問卷形式 訪問了近1400個中學生 評估開學前的壓力程度 壓力指數以10分為最高 有近三成的受訪學生 指數達7分或以上 反映壓力偏高 主要是擔心新學期課程太深 追不上進度和面對公開考試 其次就是擔心適應不到新校園的生活 調查機構說 新學年會推行首屆中學問憑試 很多學校暑假期間已經進行密集式補課 未開學已經形成緊張氣氛 他們建議學生要留意開學頭兩個月的適應期 如果適應期延長壓力持續 就要盡快尋求協助 有必要時 家長要充當聆聽者 有助舒緩學生的壓力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李文欣報道 通知 按照片 在沙發